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Short Adventures 来 嗯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没有上传 玩具介绍的影片了 而也有不少的朋友的陆续的在询问我说 老肖啊什么时候上传新影片啊 为什么没有新的玩具介绍呢 其实呢原因很简单 而今天呢我就要来带大家呢 去看一看说 究竟为什么最近老肖呢没有玩具跟大家去做介绍了 OK 那在这边呢 我其实也是跟大家一样 会看车子 慢慢的去闲逛着 到我经常会去的商店里面呢 去寻找那个玩具的踪迹了 OK 而我们这边呢 美国这边的马路呢 大概是那个路况呢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的确是跟那个 我不知道大陆 因为大陆我没去过 OK 可是比起很多东南亚的地方来说呢 美国的道路倒是真的是比较宽一点 但是呢 开车的这个人的一些态度呢 或者是技术呢 还是有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以及非常有待加强的地方 而这个今天倒是比较幸运一点 哈哈 不应该说是幸运吧 今天的温度大概是美国的大概80度 80多度 而这个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经过一个地方呢 看到旁边的这个杂草呢 着火了 所以呢这是我在一边开车一边这个路地这个街铁路子的时候呢 也顺便的一起把他给路一个路的进去 让大家看看 美国的火灾就是这么回事啦 OK 有很多的停车跟那个救火车消防车在这个现场 OK 而我妈呢 像我讲的它是一个属于 多元化的一种类似百货公司吧 但是呢是比较平民价格价位的一家商店 而在这边呢我们接下来就走到玩具部门 是的 完完全全没有新的玩具的出现 甚至于可以说架上呢已经是有点半空的一个状态 而所剩的玩具呢 基本上也不是那么的多 OK 那我们再到另外一个我比较常去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另外再来开车来经过这个不是纽约 这个半郊区的一些场景 那大家稍微去观赏一下啦 而这个这一家店呢 的名字就是叫Target Target呢在我过去的Vlog里面呢 也曾经提到过不下数字 它的性质呢与这个Walmart呢是一样的 也是一种平民化的一些价格 类型的一些百货商店 百货公司 它不能算是百货公司 OK 好 那我们呢 再一次呢进到了这个Target的这个商店里呢 来看看玩具部门所摆上了变形金刚的一个角落 看看它有什么新的东西吧 是的 Human Alliance呢在这边呢只有两支了 而其中一支呢则是Revenge of the Fallen Human Alliance 这个Skid 以及这个曾经出现已久的这个Bumblebee 而这个Little Class呢也只有三个也都是旧的 不能说旧 不过已经出来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Deluxe Class基本上也就是架上拉来去就这么两三只小猫了 而这个Voyage Class呢基本上也更是少的可怜的 所以呢是的 再一次回复网友们的问题 为什么老肖最近没有玩具出现呢 我倒是有一支现在已经订购了 而这个这一支玩具呢到时候呢 啊现在就暂时跟你们卖个关子吧 而到时候呢等玩具正式击到我手边的时候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去做一个介绍的 而这个呢则是老肖的算是一个Vlog吧 OK 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最近没有影片的出现了啦